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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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梁Sir,今次这段影片我们就再做多一条Ecosystem的题目 但又在做之前,找一找书吧,你记不记得一个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特性呢? 又记不记得Biotic Factor和Abiotic Factor生物的因素和非生物因素的不同呢?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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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记得,因为这两个概念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有整个课Ecosystem 或者Ecology 生态学 当然是去学习在生物和生物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 甚至是环境和环境之间的一些关系 最基本的概念,狮子吃兔子,狮子吃兔子,狮子吃兔子 然后狮子会被细菌分解回环境 你看到生物和生物之间的关系 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甚至高一点的光度,就会高一点的温度 即是环境之间的因素都会影响对方 所以你会看到生物与生物之间 生物与环境之间,以及环境与环境之间 都会有一个互动两树 接着,Ecosystem 有什么特性? 生态系统第一个特性是自吸自足 即是它已经拥有了所有的资源 什么叫做资源呢? 水是一个资源 空气是一个资源 矿物是一个资源 原来我们整个Ecosystem已经有了 第二就是Self-Pertuating 或者我们说的Self-Sustaining 自我延续 就是代表着我们即使有些尸体、废物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分解回 变回了一些无机物 让我们的生物继续用 第三就是relatively stable 相对稳定 亦是我们说的动态平衡 我用这三幅图作一个简单的演绎 将三个特性归在一个故事去讲 例如,我们在Ecosystem 里面 我们有氧气和氧化碳 当然,作为生物 我们当然是吸入氧气 因为我们要做Respiration 呼吸作用 对不对? 而之后我们就去敷出这个二氧化碳 根据这个逻辑的话 氧气就好像会越来越少 二氧化碳会越来越多 但原来不是 因为我们是会有Self-Pertuvation 和Dynamic Eclivium 就是因为原来植物 在有光的情况下 它们是会吸收二氧化碳 进行光合作用 从而再放出氧气 当然同一时间我们做食物给自己 所以我们会发现氧气和氧化碳的水平 其实是继续变的 但是变来变去 都是Relatively constant 一个Dynamic Eclivium 它不会大幅上升大幅下降 除非有人打破平衡 这都是我们整个Ecosystem想去学习的另一部分 就是Human Activity 人类活动 对不对 接着就去到Biotic和Abiotic Vector 两个非常简单 Biotic Vector就是生物的因素 动物、植物、微生物就是 Abiotic Vector 非生物的因素 其实就是我们环境的因素 光度、湿度、风速、下雨多不多 之以此类 那我就用楼下这个温带草原来做一个简单演绎 它是一个Habitat 那这个Habitat我怎么形容它呢 那我们用一些很环境的角度去理解它 就是原来它比沙漠多下雨 但是相比起树林、叢林来算 它又没有那么多雨水 那其实它就相比起一些热带草原 距离了Ecrator多一点 距离尺度多一点 所以它有时候冬天是会非常非常冷的 这个就是Abiotic Vector 就是环境因素 但是Biotic Vector 这里我们看到什么生物 那我们有很多 除了一些微生物、细菌之外 最基本的花花草草 动物 我们有斑马、兔仔、麻雀 有鹰、有蛇、有狮子 这就是生物的因素 这里难得提提大家 其实如果你是有少少地理的知识的话 那你会容易点理解那个地方 究竟那个气候是如何 下雨多不多 水多不多 湿度如何 风速如何 之而此类 那其实对你读这一课 是有一些好处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题目 今次的题目就是一个花草生物 是一个池塘一年上的 它们的主变 我们看到有光度、温度 和氛围的浓度的改变 当然了 我们有Pic A、Pic B 良好习惯 拿一把银尺出来 先量下去 知道了 那第一 我们就讲讲 这个浮植物 其实跟我们的水草差不多 都是一些微生物来的 又可以做到这个光合作 好,那先看第一条题目 State and explain 三个Abiotic Factor That's cause the booming of the phytoplantum 就是这些这样的微生物 浮淫植物 它们在春天和秋天 都有一个Peak出现了 哇,生了很多 那我们就要去讲得出 和解释有三个非生物的要素 那当然了,六分 三个Factor 那当然是两分就是一个Factor 第一分就是要讲解那个Factor 对不对 而第二分 这个True Marks 是解释成第二分 而第二分就是去解释 究竟这个Factor 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浮植物 是会有一个这样的 booming的出现 就是突然之间 population是爆升了 那我们看幅图 就知道了 在这个春天和秋天 在这一部分 我们看到光度 都是来些高 那当然我们就要想一下 光度和植物的成长 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不然就是光合作用 所以多一点的光 快一点的光合作用 做得多一点的食物 那多一点食物 那这不然 那个浮育植物 都可以生长得快一点 和发植得快一点 那第二个因素 就是温度 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 温度相对上是适中 所以 对于MSI的活动 一定是有一个好处 一个小小技巧 我觉得温度 一定是MSI 没有什么走鸡 但是这些MSI 在哪里做事 如果你就是说 令到MSI的活动 高了 没有用的 这些MSI 是involved in photosynthesis andosynthesis 例如 protein synthesis 或者DNA replication 就可以令到 分植物 能生长得快一点 DNA replication 快了 cell division 都可以做得快一点 对不对 那就是Rapid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接着去到第三个因素 在这里我想教你 一样特别的东西 看看你老师 有没有教到 这个就是concept of time lagging 一个延时的反应 就是慢了的意思 平时我们所了解的 暴猎 杀 食物 这些其实是很快的 就是狮子咬到兔子那里 一咬 兔子就死了 然后吃了 就是吃了 但是 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一些污染物的积序 是需要时间的 气候变化是需要时间的 其实当我们去讨计 这个Booming of Phytoplankton 这个浮药植物的突然爆升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去想一下 一个时间的问题 它们是否叮一声 就会立刻爆升 不是的 它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Pick A和Pick B 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 拉回直线下去的话 其实那个Nitre的level 是很低的 其实如果我们拿这个来做原因 就变得很不合理 为什么会有Pick A和Pick B 因为那时候的Nitre很少 那么少食物 但是会有Pick A和Pick B 那不合理 其实是因为它们吃了食物 所以它们才会跌 所以我们要看的 不是看它在Pick的时候 而是在Pick之前 所以在这里我说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Nitrate is not with the peak but before the peak 你看到红色箭咀 Nitre开始跌的时候 Phytoplantum就开始上升 其实就是一个交叉 一跌一升的玩法 所以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是追回向前一季看 追回到冬天来看 追回到秋天的季初来看 我们发现原来Nitre 是一个很多的优惠 所以就会导致植物 可以吸收多些Nitre 可以增加多些Nitre 可以增加多些Nitre 就令到它们的成长 就会快很多 去到B之前 还有一件事想提提 就是有同学可能会想的 其实呢 在这个Summer的时候 光度和温度都这么好的 两天来说 我们平时在书都这样学 光度够 温度又良好的 那种生物应该很蓬沛地成长 不是的吗 当然 这个我们从数据看 我们就没得博估了 明明应该要上升 现在我们的硬件真的没有上升 那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就是因为Nitre很少 光度和温度很棒 是的 但是没有食物 那你怎么吸收呢 吸收到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在这部分 大家就要想一下 时间性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件事想说 又是用一个time lagging的概念 练习的概念 去理解一些尸体的分解 你看到 其实大约在春季的尾 其实那个 phytoplankton 其实是贴着死的 在跌着 对不对 其实就有很多尸体在树 所以当phytoplankton 死了的时候 其实要一些时间 去让细菌 将它分解 变成毛基的物质 而慢慢 那个 Nitre的浓度 又会上升 大约在这个秋季的季初 才会导致有peak b的出现 去到partbeat 我们用一幅图 就要解释为peak a 是高于peak b 记住 with reference to the graph 一定要用一幅图 你不要自己 吹一些答案 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比较一下 春天和秋天 这两个peak 底下 究竟有什么的因素 是可以解释得到peak a 是高于peak b 当然是一些环境的因素 对不对 用图图你都可以看到 在春季和秋季 其实它的光度和温度 其实都差无几 所以我们要看 其实就是看 Nitre 原来是因为 在春季的时候 我们向前追 Nitre的supply 其实是多一点的 所以 就比起秋季多 从而令到Phytoplantum 在春季的时候 它的成长就会蓬勃很多 接下来到Part C 又要讲两个生物的因素 就是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一个春季的后期 Phytoplantum的数量 是会急剧下降的 当然这个题目 其实就是查询大家 对于Biotic Factor的认知 Living Component It includes all the plants Animals and other organisms living together 而当中我们有一件事 要留意就是 知道了这些因素 是怎样的 生物和生物之间 是有关系的 所以 你要记得一下 留下这三种关系 Predation Competition And Symbiosis 当然 不是一种关系都合用 在这里 我们要去想的 只不然 浮有植物 就被鱼吃了 这个是Predation 的关系 Eaten by other Acrotic organism 而第二个 就是intraspecific Competition of light nitris 浮有植物 自己 其实都可以欠光 都可以欠 nitris 欠输了的 就死了 所以慢慢下降 而你会发现 其实 当我们急速成长的时候 nitris已经是越来越少 用了很多的 如果突然之间 那么多的化学植物突然出现 但是 那个nitris 都被你用干 用正 那么 那个Competition 就会变得非常激烈 要死的话 有机会死了很多化学植物 接下来到 Part D 就是解释 为什么冬天 Fytoplankton的数量 为什么这么少 当然 冬天有什么特别 我们要先知道 它的环境有什么特别 所以 因此不然 比较一下 光度 温度 相比起 春天 夏天 都是低一些 其实我还未比较秋天 比较秋天 其实都是低过它的 光度 还是温度 所以难不难理解 光度 又低 温度又低 就会导致到 化学植物成长 就受到限制 好 题目就差不多了 我希望大家在这段影片 除了提起 一些基础生物学的知识 还有 有些少讨论技术 但最重要的是 这段影片我想教大家 就是 concept of time lagging 延时的效益 有些事情 不是那么快 能见到结果 但是 反复的训练 反复的学习 其实那样东西 对你来计 不是简单了 而是你变得强大了 OK 那就是做着这个机会了 用这么多位的 我们的奥运的运动员 无论他拿奖 还是不拿奖 都希望用他们的位置 去鼓励大家 用心思考的学习 我们下段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